生活態度就在這裏 HKPenut.com 大世界像舞台 我也可暢遊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三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遊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回來了窮遊也風流 上個星期 我們找到波波上來講墨西哥 通常我們一天錄上下兩集 我們這次真的隔了一個星期之後 錄下集 很期待 其實我們看到聽眾的反應 其實都不差 當然沒有猿人那次講石門島這麼激烈 因為其實始終墨西哥 不是說你想動身就去到的地方 這個一定是要籌劃 是一段時間 而且都要成五位數字的一個旅程 聽眾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講到哪裏呢 這樣 講到哪裏 我們開上次的地圖出來 上次我們就講到這個 一個叫做San Mig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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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認識一個中大麻的一位朋友 是的 這麼巧 原來香港 好像昨天演出了一個 原來香港也有中大麻的 是的 在哪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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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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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的extranged student 即是一個韓國仔 你不知道嗎 是自己的外國人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村屋 他就是放了草原之後 就走去強姦自己的女戶主 即是那個屋子不知什麼 我想第二層 都是自己的鄉里 就被人發現 不是被人發現 他自己都罵大了 即是他去強姦他自己鄉里的時候 就脫了衣服 在那裏走廊那裏追逐 訪問那些人 不過這個就不說了 這樣太瘋狂了 太瘋狂 我要先追回這宗新聞 香港真是一天出兩宗強姦案新聞 真是很厲害 最近很多強姦 夏天到了 那警員 即波波去到墨西哥 就非常之安全 是啊 他們是當自己是農夫 雖然非法農夫 是啊 這樣 我們這次就去到 我們安徒索企 你怎麼讀啊 成米糕之後 就是 到墨西哥城 上次就說了 Frida 直接去墨西哥城嗎 是啊 就是我搭巴士 很近而已 由成米糕到墨西哥城 什麼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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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of Mexico 哦 這個就是墨西哥城 是啊 嗯 上次說了那個畫家 Frida 是啊 還有說了 Teltequacana 就是那個古城 那個阿滋達人的古城 是的 就是他們說是阿滋達人的古城 那麼 然後 其實我再回到墨西哥城 都有去過其他一些小地方 是 但是都 我覺得墨西哥城 其實大家很大機會會去 或者第一站都會在那裡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我反而想多說一些 其他一些 遠一點的地方 是 大家可能少一些機會去到的 嗯 那我之後墨西哥城 之後呢 我就 幾經轉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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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墨西哥城 不是很遠的 但是交通又不算特別方便 因為 除了墨西 sorry 除了墨西哥城之外 就很難找到車去的 就是 你不可以從其他地方 直接去到 但是 為什麼要去那裡呢 就是 我有個朋友 之前住過在那裡的一個host 那個host 又很熱情 那 就叫我去那裡住 好漂亮 其實這個城 很少人去 但是其實是很漂亮的 其實整個城都是白色的 而且都是山城來的 沒錯 其實墨西哥是很多山城的 其實這個 這個山城 其實在南美真的很多 是啊 就是巴西也是 是啊 而且 是的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是出 為什麼那麼多山城 是因為很多礦物 哦 其實那些山城的興起 其實沒有人會無緣無故 想住在高山上 是啊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開礦 而令那些地方變得很富庶 我記得這個 Kanis說去玻利維亞的時候 也是這樣 是吧 你記不記得 糟了 我的記憶沒有你那麼好 不過是南美真的有很多山城 就算我去阿瓜多爾 也是有很多山城 是的 然後是伊地馬拉也是山城 是啊 這個Tasker是專門出銀 所以它的銀器是很有名的 而且整個城都白色 還有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些很小的的士 整個城的的士都是這樣白色很小 我問過為什麼要這麼小 即是好像Mini Cooper 是的 你只可以坐到兩個人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你一路上山上去 基本上是不能走的 正常的車 所以要可以在這裏運行 這些的士一定要是很小的 為了配合乘客 用白色的 所以很有趣 這麼有心思 但我有點好奇 墨西哥人都會肥的 是呀 的士不是很小的 硬質 你說肥又不是很肥 坐到多少人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半 或者是 我們亞洲人 兩個半 兩個多一點 那張椅子要推到前面 你才能出去的 那些已經很小的 但我呢 因為我搭過的士上去 上面有個耶穌像 看夜景 是真的很小的 車廂裡面 但我覺得很有趣 很的色 很漂亮 嗯 那在這裏 我其實 其實 都留了幾天 其實你說很多事情做 就不是 但因為我住的那個 host family 就很 很 給我一些很獨特的回憶 那我就和這個婆婆 其實她的兒子 就是那個host 那這個婆婆 就是打理他們那間 士多仔 在那些學校附近 賣零食給小學生 那這個婆婆 因為我西班牙文 那時候要有進步 但也不是很聰明 她不懂得說英文 但她很喜歡聊天 她很喜歡拿自己這本 所謂的相簿 但是用一本簿 然後貼一些相簿 你知道嗎 我想起圓人 圓人是這樣的嗎 我不是 我意思是 我以為她自己喜歡說 就說 不管其他人 我不管 那這個婆婆 就把她前世金森 從小時候打排球 怎樣背叛家 離開她的家 來到自己的生活 就是很多她的生活的故事 對 告訴我 然後又經常跟我說 她的腰骨很痛 然後我幫她按摩 然後她就很 很感謝我 她是很溫馨 這個婆婆是很特別 她是很反叛的 她小時候她媽媽給了一個名字 她不喜歡 她就自己改了另一個名字 用到現在 然後她說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短頭髮 就是這些女生 她把心一環都剪短了她 這麼潮 對 你看她這張照片 很潮於自己 你看她這張照片 也是比較像一個男生 是啊 她是做一個小學老師的劇 嗯 是的 退休後就打理這間 你這張照片是多少歲 好像是十多歲 還是在中學 嗯 這個我印象很深 其實她很老 我都有心理準備 如果下次回密西哥都未必再見到她 嗯 所以我當時都很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時間 其實她教了我很多細胞文 因為她硬聽聞 你也沒有辦法 你要怎樣你得死都要講到去明白 這個婆婆都很注重義勇 她自己都 雖然你說一把年多 但是起碼你看到她有塗唇膏 沒錯 你很observant 因為我每一次拿起相機 她就說你等一下 她就會進去拿唇膏塗 讓我先塗了 哦 這樣 是啊 所以 是啊 沒錯 我都覺得她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而且你看她穿那些 雖然你婆婆都是穿這些衣服 婆婆的衣服 但是她的印花又真的挺不錯的 都算挺漂亮的 就是你跟客家婆不同 是 是 沒錯 很注重義勇 還有Itsuko的 她的膝蓋 是 她會膝蓋的 是啊 她會膝蓋的 很漂亮 是 沒錯 我相信 其實這個也是叫做中診的家庭 是 沒錯 很意思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個普通 你一個比較窮困的家庭 就不會說未必是那麼疏法 又喜歡疏法 又塗口唇膏 又那麼漂亮的衣服 不會 是 其實你是怎麼認識到這個婆婆呢 我認識她的婆婆 就是因為住在一個host 我住在她的家裡 哦 所以出出入入都經常見到她 OK 她自己本身接觸的旅客都是多的 是啊 他們都喜歡做host 即是couchsurfing 是 我朋友couchsurfing 那你又介紹她給我 咦 如果我去 我又要你介紹她 是啊 你又可以住在他們家的 是啊 好啊 另外一個很幸運 我發生過的事 多少錢晚 不用錢的 couchsurfing 是啊 是啊 OK啊 是啊 所以她可以住久一點 是啊 是啊 她都會問你你會住多久 當然你都不可以住太久 其實流程上都打擾別人的 那也是 那些程度上 是的 這些也是講緣分 至少大家都要夾得來才行 沒錯 沒錯 這個很有趣 就是Tasco附近有一個很大的中語洞 大到是放在一架747客機那麼大的 那個中語洞 剛好我去那時候 他們在搞一個 Music Festival 那我去那一天 就有 在那個中語洞裏面 就有一個Orchestra 在這裡表演 嘩 那些回音一定很厲害 是啊 回音是很棒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天然 那個更厲害的演奏廳 那他們就真的在中語石棟裏面表演 那大家就坐在那裡聽 我忘記了 好像都是不用錢的 然後是每年都會去一次的 這個Orchestra 那所以是他們一些很普通的活動 就是他們每年都會期待這一次 那我去的時候那個 Weekend 就撞得正 但是它是否說是一個特別的節日 它是連續幾天的活動 在下坊又會有表演 在這裡又會有表演 所以是真的超開心的 我想起一件事 他們墨西哥是否又是很流行 經常有不同的節日 哦 很多的 是啊 就是和石棟裏一樣 一來一來就是 其實墨西哥人 他們真的很喜歡音樂 是啊 他們的音樂感都很強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你說看 就算是荷里活片 都說一講墨西哥 他們一定是很多音樂去配襯 是啊 就是 又好像跳舞 我想是拉丁那個芋 本身的文化背景 是的 是的 然後 聽多久 聽嗎?其實很短 可能半個小時 但是其實是一個 我沒有可能在香港 能夠得到的經驗 是的 一個自然的一個 一個演奏 一個演奏 還有那個回音 我沒有試過聽到一個這樣的回音 你會不會看到 會不會有些熟患柱 那些人進去說 他們沒有拿 對 我想會 神經病 會不會有些保安走過來 走進去 他們是放射的 所以是首先進去聽 是很新鮮的 是的 如果那次沒有這些表演 平時的人能不能進去 可以進去 這個本身是一個景點 哦 你可以走 這個中雨石棟很大 你走那個trail 你走到進去 走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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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對 還有那些小小射燈 不是大陸那些 大陸那些 那些想像力超豐富的 但這個是正常 沒有什麼想像力 但有些射燈 但也很美 真的很大 但我覺得如果走到進去 當然沒有在裡面 可以聽一場演奏 會那麼震撼 我覺得如果大家去TASCO 都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撞得正這些 會有一個更加獨特的體驗 說實話 那邊MASCO 有沒有一個網站 是專門說 每一年有什麼Festival 我想 我自己就沒有看過 但就算有 都應該是用四百萬元的 哦 這樣也是 是的 又不一定說DISCO 但其實也不要緊 你看到地名 猜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查一下Google Translate 現在什麼都可以猜 一定的 但手機就沒有那麼容易查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節日 我覺得這個節日我沒有去過 但我非常推薦 全世界最 什麼月份 11月 11月2日 每年的11月2日 是亡靈節 其實西哥最出名的這個節日 就是 亡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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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個想法是一樣的 是的 死亡是開始的 是的 是的 你香港也有鬼節 但問題就是 但他們那個是很盛大的 不是簡單鬼節 但我們那些7月14日 我覺得很害怕 你說做些神功器 就不是說人鬼同樂 你現在這個是人鬼同樂 是的 亡靈節是很誇張的 是parade 很多parade 然後到處就是賣那些 有那些骷髏骨頭的東西 還有那些小朋友 要吃那個骷髏骨頭的糖 是的 但我沒有去過 這是我聽墨西哥朋友說的 我這個接觸墨西哥 第一件事是他的母 然後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這個亡靈節 亡靈節 就是聽得最多是這個 但他們不會覺得 這個亡靈 他們應該有個概念 是不是他們都 suppose每一個人死 一定是上天堂 才有得慶祝 其實他們是天主教徒 全部都是天主教徒 不是全部 就是很大部份 因為西班牙入侵他們之後 就將天主教硬放在這個國家 所以後來 一會都會談到 他們有一些混合了的 religion 但是我想他們 都應該會猜到天堂 因為如果是跟上天主教 其實墨西哥的意思是 很多古文明的宗教 又連結了現在的天主教 所以我實際上 不知道怎樣去對待死亡 但是他們很重視 應該整個中南美都是這個 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個宗教就可以 define到他們的民族性格 因為其實你講真的 你香港人或者是華人社會 對死亡 那種未知有一種很恐懼 其實是 你死了多數都是落地獄 多數都是 很負面 都會很負面 但是不是 其實你不只說墨西哥 甚至乎 你上次講的阿瓜多爾 他們看死 他們看死這件事 看得很化的很樂天 甚至乎他們是很欣然去接受這件事 是吧 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不需要在生的時候 怎樣去爭權奪利 是吧 是吧 因為你人生不是說 只有在世的時間這麼短 是吧 是吧 華人不是 是吧 你看人生就是可能 他沒有after life 沒有after life的話 我活幾多時 就很重視現在我得到的東西 是的 甚至乎香港的天主教 基督教 他們都本地化了 是吧 你看到教宗 你看到那個叫什麼 那個 我知道 三個字 男人來的 都是住豪宅的 住豪宅 是吧 做什麼 總之 香港的神父 你是不是想說陳日君 不是陳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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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個 是否聖工會 應該是聖工會 不記得了 我都相信 是吧 他們都是很多明明的 即是很懂得炒樓的 香港的神父 不過我覺得 墨西哥人可能 跟其他拉米國家 有少少不同 是受美國影響得很厲害 他們太近了 和美國其實一直都 用很多方法剝削他們 我覺得 墨西哥人受美國影響之後 是比較進取一些 相比起其他拉米米秋國家 我覺得 這樣也有少少不同 也要勤力一點 是吧 勤力一點 會比較想自負多一些 都是 即至少比起埃地馬拉 至少在我身邊 即是變成說 如果中國人 尤其是福建佬 你去到南美洲來講 去墨西哥 應該比較是 比較是適合他們 是 是 我只是在溫州人 是吧 即是 巴西都有的 但是巴西它本地人 即是他們那種 斜的性格 是 會仇視這麼勤力的中國人 是吧 即是會覺得 他們做爛事 像菲律賓人一樣 是啊 這樣 所以 這個 十一月的亡靈節 也挺有趣 原來看了這麼多 我也很想再去 我其實也想過今年十一月再去 因為十一月其實我有生日 我想順便去和這些朋友慶祝 好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玩 這個Tasko Tasko就講完了 你留了多少天 留了五天 這麼久 真的嗎 其實我是因為要等到她生日 和她慶祝 即是我的主持 和她慶祝了生日 我才離開 嗯 是的 所以這裡就用了時間 然後我就去了Puebla 但Puebla 我純粹留了半天 就沒有什麼時間到處玩 Puebla也是很多地方可以去玩 但我就沒有了 那我就去了Waxaca 這個叫Waxaca 原來讀Waxaca 原來讀Waxaca 讀出來不像是Waxaca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是土話 Waxaca不是西班牙文 所以它的讀音 是不可以從它的字可以看到 很出名 很出名 這個色情 很出名 Waxaca 沒錯 Waxaca Waxaca實在有太多東西 好像上次沒有說過 喝飲食食 今次就說 嗯 嗯 這個很重要 Waxaca 有很多東西很出名 喝飲食食上面 例如這個 我上次不是說過 Takila 和另一種酒 叫Mascal 都是用同一種植物 提煉出來 就是這種 對不起 這個就是Mascal 就是Waxaca最出名的飲食 它們的分別就是Takila 是唇的spirit 但是Mascal 可以加很多很多不同的味 你看這裏會變成粉紅色 加了士多啤梨 這裏所有酒 都是不同的味道 你的店鋪就是專賣你 是的 全都是Mascal 他們很喜歡喝 其實那個濃度是很高的 跟Takila一樣 有喝幾口喝醉 下面的酒 包裝的風格 有點像大陸酒 是的 我也覺得有這種感覺 像米酒 像麥克徵 因為它的紅色 好像土髮 好像自己喜歡加啤梨 就是加進去的感覺 是的 你試了甚麼味 我試了很多味 哈哈 但其實真的很容易醉 你每個味道喝一兩口 就已經 暈暈暈暈暈 第二樣很出名叫Morley 我想知道 你說喝酒 其實他們 他們對酒這件事 Alcoholic 他們怎麼看呢 這樣說 或者是 那些年輕人 或者是 他們會不會很嚴格去控制那個年齡 那件事 我覺得不是 不是很嚴格 喝酒就不像香港 或者我們怎麼看的 覺得那些是Edit 那些是癮來的 一些壞習慣來的 我也覺得他們不是這樣想 這是Lifestyle的一部份 是的 我也覺得應該是 其實南美洲就 是的 麥西哥是這樣看 這些都不意外 我又不覺得 淤酒的情況很嚴重 當然我不會 逐家逐會去看看有沒有人淤酒 但是 你說在街上喝到爛醉 我真的很少見到 是嗎 他們可以Master酒這件事 是的 這跟俄羅斯人很不同 俄羅斯都當他們酒是他們自己生活的一部份 但是真的 他們淤酒的情況就很可怕 是的 這些 那他們的氣候有什麼 要靠飲酒保暖 俄羅斯 俄羅斯 我講不講俄羅斯 所以他們比較容易進入那個 嗯 那他們這裏就是飲酒排汗 那些酒應該可以有點辣辣的 應該可以 是呀 說起來辣辣的 我想說他很有趣 那我先說了熱朱古力 這件事 因為哈卡很出名喝這種熱朱古力 一定要加一個包在旁邊 那他們就會包在熱朱古力裡一起吃的 那這就是他們最本地喝的方法 那他們那些朱古力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它是未必一定配奶的 它通常是開水的 然後它會加一些辣味 所以有時候你會喝到一些辣辣的朱古力 辣朱古力 有一點點辣辣的熱朱古力 還有我去這間店的時候 是有些搞笑事發生的 就是我呢 它有一間 在哈卡 這個像什麼 這個像那些糊仔 或者蜜蜜 我最初都不知道這個是熱朱古力 我叫熱朱古力 他給過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想一下 為什麼會是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 我都以為是糊仔 而且味道很淡 其實是很淡 很淡 但是那個辣辣的味道是會出來的 因為朱古力味淡 它就不是加 它近乎不是很加糖 但是我想說一個小故事 就是它在哈卡市 有一間很出名的賣朱古力 叫Majordomo 就是好像Starbucks那樣 一條街都有的 那我就去其中一間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很搞笑的事 我走走走走 然後前面 因為它們將街市 要Renovate 就是要裝修 所以它們就把裡面的洞 都放出来 它是烤肉的洞 我走走走 前面的烤肉的洞 就著火了 那些人湧流向我那邊 那我就走極不見 我要去那間巧克力店 那我就想著圣在後面 因為其實是個blog 一個blog 你可以走走後面 找走後面 然後再去 那我就找到這間 好像婆婆在這裡 輪到的一個居所 然後我就看到小孩子 放學 其實後面有兩個小妹妹 放學在那裡喝朱古力 我覺得這是更好的體驗 沒有去到連鎖的地方喝朱古力 還好 而且我看到她用杯碟 小時候玩玩玩玩具 好像足袍那些感覺 很像 所以是很有舊社區的感覺 我都很喜歡 還有一個華克卡很有名的食物 叫摩尼 就是這些 它有分negro negro即是black 即是黑色 這個roho就是紅色 你很聰明 你懂西班牙文 我懂了 其實摩尼是一種醬 就是華克卡有名的醬 其實用很多食材和鈣 混合在一起 加上飯和玉 就吃了 我個人不喜歡吃 但是 吃出來是甚麼味道 真的是nut的醬 但是很濃 很臭 很稠 就是這樣 這些不同顏色 應該是配不同的食材 但其實我沒有找到的 但是 我覺得是值得一試 試一次半次是好 還有 其實當然是華克卡最出名 但是其實整個 墨西哥都會吃的 一種醬料 好 飲食到這裏差不多了 也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說 好